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一個 看片片的好地方 最近Model TV出了全新企劃 睽違兩年 麻豆最強新人舒暢回來了 舒暢是華語界的傳奇女優 她的作品跟她清純無暇的臉龐 呈高度的反差 而且她在拍攝AV之前 就是一個有超高人氣的直播主 因為她活潑的互動呢 跟這個有趣的表現 在拍完片片之後呢 她的人氣大增 深受許多的紳士喜愛 因為我差不多兩年沒有回來拍攝了 我知道大家都很想我 大家好 我是舒暢 買一個回去今晚發的新品 我是舒暢 我是舒暢 我回來了 我回來了 好啦那大家如果想要看女神的作品 歡迎到Model TV去搜尋喔 網址我放在字頂留言處啦 真的很讚 大家趕快去尋找吧 哈囉大家好我是超之八 我是我心血的影片都是黃標的 所以如果想要支持我的話 歡迎大家幫我訂閱 謝謝大家 今天要跟大家討論的主題是 意思就是男性射精到對方的臉上 這個性行為呢 是受到日本80年代的 非差入性的性交方式之一 顏色不止於和單一性伴侶進行 也可以多人一起射精在同一位的臉上 那她也沒有性別的傾向之分 也可以兩個男性一起 顏色除了在日本的謎片中會出現 在歐美的很多影片中也會出現 有點像羞辱性的方式 滿足某一些特定族群的愉悅感 我們來問一下現場的男性朋友 如果可以射在 嘴巴裡面跟射在臉上 還有射在陰道裡面 你的排名是 陰道是第一吧 然後再來是臉吧 再來是嘴 真的假的 主要是因為比較少女性 能接受射在臉上 剪個成就的感覺 所以你如果看到 A片裡面有顏色 你會興奮嗎 如果很多人射在一個人身上 我覺得還好 喔是喔 不喜歡跟別人分享 哈哈哈哈 身為一個女性我只能說 女生真的很不喜歡被顏色 原因有幾點 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一些會射在頭髮上 就是它乾了之後 如果你在用溫水洗的話 頭髮那一塊還會變成澀澀的 就是很難吸掉 整個頭髮那種 結塊很噁心的感覺 再來就是 射到嘴巴或鼻子上面 男性在射精的時候 他不會只往那個地方射 他會抖動啊 所以會這樣亂噴 如果是射在鼻孔上的話 可能還會讓你沒有辦法呼吸 噴到睫毛啊 還會很難清掉 那像最多應該是射在臉頰上面 如果真的要顏色的話 應該是一個最佳射精的位置 因為它蠻好清洗的 再來就是射在嘴巴 像是在AV裡面啊 很多女優在對方射精的時候 都這樣 做出一個嘴巴張開 等對方射出來的姿勢 那男生就會覺得 這個女生這樣很射 所以其實換句話說 如果你想要讓你的男伴快樂的話 你也可以在他快射精的時候 做這個動作 也是一種就是 那為什麼男生都喜歡顏色啊 或者是口爆呢 其實有一些原因 像是日本的一些AV的影響啊 因為A片裡面都會這樣子做 久而久之 大家就會跟對方做愛的時候 我就想要這樣做 像前面有提到嘛 就是一種解鎖成就的感覺 那再來就是 大部分的女生可能不會接受被顏色嘛 所以男生就會覺得 欸這個女生願意被我顏色 或者是不小心抬太高 噴到他臉上 都會有一種 征服的那種滿足的感覺 那其實女生被顏色的時候 並不會很開心 是因為 顏色他其實沒有性滿足感 欸好像只有對方在爽 會讓女生覺得一種 不被咒勢 不被尊重的感覺 再加上就是其實要顏色 他也是需要一定的技巧 髮出來啊 還要對準臉啊 還要這樣移到臉那裡啊 然後畢竟 硬道跟臉部 他有一段距離你知道嗎 他也很難抓好那個timing 弄到臉上 他是需要一點時間的 像有時候女生 如果在那邊等對方射 就會這樣 硬上 其實心裡面會有一個OS 就是 而且有的時候還不會成功 可能那時間沒抓好 不小心在拔出來的過程就射了 或者是還沒到臉上就射了 或者是 到了臉上突然又不想射了 最後一個重點就是 其實 男性的精液本身是無害的 但是裡面會有 檸檬酸 果糖 辛和霉等等的成分 如果射到 眼睛的話 眼睛會感到非常的不舒服 而且還有可能會造成感染的風險 最嚴重還有可能導致睫膜炎啊 所以如果真的有射到眼睛 很不舒服的話 在24小時內要儘快就醫 像是我之前有看過AV是 全部的男優都射在某一個女優的眼睛裡面 雖然我自己念興趣的時候 我知道性偏好是包羅萬象 但是我真的很怕那個女優的眼睛會受傷 所以大家在顏色的時候也要特別小心 但你們喜歡顏色嗎 對顏色有什麼看法 有沒有因為 要不要顏色而跟伴侶吵架過呢 可以在下方留言一起討論喔 那今天的主題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掰掰